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啊 每举类型 对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每举类型啊 首先说 什么是每举类型 我给您念一下啊 每举类型是每种语言中都支持的变量类型 它呢 虽然不是您必须掌握的变量类型 但是如果您知道它 您了解它的话 它会增加您代码的可读性 也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您必须掌握的内容 或说概念 但是您知道它的话呢 您运用它的话 对您代码的可读性呢 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好 咱们看看今天的两个知识点啊 第一 每举类型的定义 第二 每举类型的使用都该怎么做 马上看实战演习 定义方法 这个地方是一个红定义的方法啊 咱们看 首先是关键字ENUM 不光是TS 在其他支持每举类型的编程语言中 都叫这个关键字ENUM 请您记住 包括VB 不过VB的每举类型 是写它的全称 其他语言呢 都是用四个字母的简称啊 咱们看 如何定义 ENUM 每举类型 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会把理解为 这个名字是变量名 不对 是每举类型名 相当于 咱们定义类时候的类名 它不是变量 是类名啊 是每举类型的 每举名 OK 然后里面呢 是每举类型 各个的长量 是这样 每举类型里面 它不是变量 一旦写死 程序一初始化 就不能够再改变了 所以说 这点 咱们一定要注意 里面都是长量 不是变量 但是咱们在定义时 可以定义 它的各种各样的数值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初期值 初始值 咱们是可以定义的 OK 好 咱们讲完了这个定义方法 接下来 咱们实际定义一个 看看啊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性别 性别美举 为什么性别 我可以定义成美举啊 是因为 咱们想 在咱们编写代码过程中 一提到性别 除了男就是女 对吧 它没有其他的类型了 对吧 一般咱们可能在这个代码中表示 我是true false true代表男 false代表女 或者说零代表男 一代表女 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这地方 我定义一个美举 但是注意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 在哪 在这 大家看 我这定义一个男 一个女 我还有一个未知 unknown 为什么要定义 unknown 我曾经做过一个 这个丰田项目 这个丰田项目 是给个泰国丰田 做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这个系统里面 就有男女 还有一个叫做未知 所以说 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在做系统接口的时候 咱们以前做系统 20年前 15年前 做系统的时候 咱们可以定男女 没有问题 但是如今 当今这个社会 咱们真的就得加一项未知 以增加您系统的扩展性 好 咱们就定义一个 叫做性别美举 有三个值 男女 未知 没问题吧 然后定义完了 该怎么用 往下看 好 light 没有说的 这是ts里面 定义变量的方式 然后后面 跟上一个 咱们美举的变量 我叫做member sex 成员的性别 可以吧 然后一个冒号 后面 跟上咱们 美举类型 说明这个变量 是一个美举类型 好吧 然后等于 等于后面 是给他的一个初始值 用sex 用这个美举类型 点 然后点后面 就是这里面的 咱们所定义的值 当然我这里面 这三个 我没有给初期值 所以说 它默认的是012 没有问题 这个值 对单来说不重要 这个地方 咱们相当于说 给我的一个成员变量 初始化了一个男 初始化了一个女 的这么一个性别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把它输出 看一下这个美举类型 输出什么内容 好 咱们先讲到这 马上看例子 我这建一个文件 请稍等 OK 大家看我的讯息机 有多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两天也是 没有办法 这讯息机 我其实这讯息机 给的内存还不少 我给了4G内存 但是大家请看 还是有点慢 实在抱歉 好 拷贝过来 OK 粘贴 好 就这代码 咱们编译运行 看什么 看这个美举变量 出什么值 好 马上开始 我这个地方 打开一个 终端 实在抱歉 好的 终端 就算打开 都T S C 然后直接敲咱们的 TEST.TS 一回车 希望编译 不要太慢 编译完成之后 咱们敲 Node 空格 TEST.GS 虽然编译还没完 但是我先提前敲上 咱们再等它编译 美举 这个概念 每种圆中都有 很多系统中都不用 美举用什么 用长量的数值型 012345 也可以那样 但是用美举的话 更加方便 对吧 而且对于各个咱们ID里面 对美举类型的提示 代码提示功能 也做得是特别的好 对吧 我解释这么多了 编译还没有完 OK 完了之后 马上敲Node 然后直接运行 大家请看 出来是个1 这我给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1 咱们看 咱们定义这个美举里面 有几个值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刚才跟您说 咱们这个值 如果没付初期值的时候 它是从0开始 那么Mail 男性是0 女性就是1 对吧 按理说女性是0 男性是1 比较恰当 然后Unknown 它就是2 对吧 所以这地方 您看到的 不是什么Mail Female Unknown 而是数值1 说明什么 说明 每一举类型 在内部存储 它也是通过 数值类型 进行存储 好 接下来 咱们再换一个 打印方法 咱们打印 看这行 我拷贝过来 好 咱们看 我跟上一个 每一举类型 Sex 然后是一个中括号 里面把咱们这个变量 作为下标 传进去 注意 这个是TS的 一个特殊的写法 在其他语言中 我还真没有发现 然后存盘运行 编译 又是这个该死的编译 Go 这样咱们会看到 原来这个美举类型 通过它变量 作为索引传进去的话 能给我输出这个内容 你会看到 好 马上运行 node 回彻 大家请看 出来是什么东西 字符串的 female 就是对应了 咱们这个美举的名 名字 字符串的名字 没问题吧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咱们作为这个常识 把它记住 实际工作中用的不多 实际工作中 怎么用这个美举类型 一个用法 就是判断男女的时候用 对吧 判断美举类型的时候用 怎么用 我把它拷贝过来 这就用到了if 或者是用到switch 我拷贝过来 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就这么直接用 我拷贝过来 OK 咱们看 咱们先看 我这是switch 然后传进一个美举变量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美举变量 因为它是美举 它有可能是美举里面的 这三个值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 做case case 然后male case female case unknown 都行 对吧 但是 不行 咱们这样写的话 会报错 这个我认为 有可能是tsc的一个bug 但有朋友说 这是它的实样 它内部是按照字符形 进行存储的 所以说你这样写case的话 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家请看 female 因为我处置话给的是female 所以说female这个地方 没有给我报红线 不过它这个是ide的功能 咱们实际编译一下 看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错误 编译一下 因为在其他的语言当中 您用美举的时候 您只要定义了它的美举 然后您直接下面 可以switch 可以if 都可以 但是在ts里面是不行的 其实我认为 它这么设计 其实不是很好 大家请看 是不是报错了 报什么错 报male 跟unknown 这两个地方 不兼容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该怎么解决 对吧 我定义了美举 然后美举在系统中 就这几种类型 那么我当然可以用 spitch语句来去判断它 对吧 那么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怎么做 两个方法给您 第一 咱们还在这个语句里面 在美举类型变量的前面 干什么 加上一个加号 大家请看 我加加号之后 这边也都不报警了 红线也没有了 然后咱们存盘 好 存盘盘之后 咱们编译 看看 我加加号之后 能不能过 注意看 能过了吧 没问题 说什么 说明 我给您说 这个道理就是说 我把这个美举类型的变量 变成了一个数值型 因为相当于是 前面是0 0加上后面一个数值 它会自动转换 变成个数值型 然后下面呢 都是跟数值型进行比较 所以说 就通过了 没问题吧 因为我现在出纸值给的是女 那么咱们运行 应该打出来这行 应该打出这行 没问题吧 试一试啊 female node.js 回撤 没问题 出来个女 对吧 还说明她正确的判断了 咱们这个美举类型里面的值 然后呢 走到她的分支 打按出来女 这个关键字 OK 接下来 我跟您说了 用两种方法来做switch判断 另外一种是什么方法 我马上给您演示啊 这我给它屏蔽起来 咱不要它了 但这种方法也比较简洁 推荐你 也是推荐您使用 但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什么方法 往下看 做一个函数 做一个判定函数啊 这个判定函数里面的内容 和咱们switch的内容 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说 没有那个奇怪的加号了 我考虑过来 咱们看看这函数啊 check 性别 然后传起来这个值 这个美举类型的值 的类型是sex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咱们做一个返回的串 result 然后这里面 还是对这个美举类型 进行三个分支的判断 然后分别返回男女不明 可以吧 最后呢 传给这个result变量 返回给调用端 其实大型的这段逻辑 跟刚才的switch完全一样嘛 只不过是说 我这个地方 美举变量 我作为参数传进来而已啊 这样就解决了 他刚才这个地方 编译报错的问题 好 咱们试一下啊 我切过来 然后 把这个打开 咱们用这行代码 去执行啊 放到他的前面吧 那这ts就这点好啊 你定义函数定在前面 后面 它都能认得到啊 好 大家请看 我直接输出 直接是checksex 调用这个函数名 然后把刚才咱们这个 membersex这个变量 传进去 就可以 然后呢 它会给咱们传回一个 判断的结果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console进行输出 马上试一下 编译 希望本次编译 能够快一些 不过增加了一个函数 估计也不会快太多 OK 完成 然后马上运行 注意看 成功了吧 这个女输出了吧 没问题 上面就咱屏蔽了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定义 一个函数判定的话 和咱们其他语言的 理解就完全一样了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并没有加什么奇怪的加号 也能够正确的输出 正确的判断 OK 这就是简单的 没几例型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啊 只不过有这么一个 非常奇怪的加号 希望您能够注意 就可以了 怎么还加个6 就可以了 好吧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上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rings 谢谢 tower